这个女人太坏了 为了阻止竞争者参赛 她竟在椅子上涂胶水 临走时还踢到了旁边的摄像机 殊不知她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两小时后 她回到化妆间准备实施她的计划 孟茴 我后面有道巴 沈姨说需要让你帮我补一下 好 那你坐 你也在 不知情的女孩 裙子直接被粘在了椅子上 这时新鸡女却冷嘲热缝起来 幼稚 手段是幼稚了一点 好用就行的 当她准备离开时 却又踢到了旁边的摄像机 女孩直接起身想救新鸡女 可还是晚了一步 新鸡女鼻子直接被砸歪 可好巧不巧 这时总裁却走了进来 总裁看到眼前的一幕 认为是女孩用摄像机砸了新鸡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难道不知道脸对女生来说有多重要 我没有啊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还小便 这下完蛋了 女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